高丽国普赵禅师修心觉有声书 道德网站提供 东方阳西恭送 三界热闹 犹如火宅 其忍烟流 甘寿常苦 欲缅轮回 莫若求佛 若欲求佛 佛即是心 心河远密 不离身中 色身是假 有声有灭 真心如空 不断不灭 故云 百害溃散 归火归风 衣物常灵 盖天盖地 皆夫 今之人迷来久矣 不识自心是真佛 不识自性是真法 欲求法而远推诸圣 欲求佛而不关己心 若言心外有佛 性外有法 兼职此情 欲求佛道者 纵经沉洁 烧身炼壁 敲骨出随 赐血血经 常坐不卧 衣食卯斋 乃至转读一大藏教 修种种苦行 如争杀作饭 旨意自劳尔 但识自心 横杀法门 无量妙意 不求而得 故事遵云 普观一切众生 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又云一切众生 种种幻化 皆生如来圆绝妙心 视之离此心外无佛可成 过去诸如来 只是明心的人 现在诸贤胜 亦是修心的人 未来修学人 当依如是法 愿诸修道之人 切莫外求 心性无染 本自原成 但离忘缘 既如如佛 问 若言佛性陷在此身 既在身中 不离凡夫 因何我今不见佛性 更未消逝 惜令开悟 答 在辱身中 辱字不见 辱于十二时中 知饥知渴 知寒知热 或称或喜 竟是何物 且色身是地水火风自原所及 其至玩而无情 岂能见闻觉知 能见闻觉知者 必是辱佛性 故临济云 四大不解说法听法 虚空不解说法听法 止辱目前 历历功名 悟行断者 实解说法听法 所谓悟行断者 是诸佛之法印 亦是辱本来心也 而佛性现在辱身 何甲外求 辱若不信 略指古圣入道因缘 另辱除疑 辱须地信 其意见王问婆罗提尊者曰 何者是佛 尊者曰 见性是佛 王曰 师见性佛 尊者曰 我见佛性 王曰 性在何处 尊者曰 性在作用 王曰 事何作用 我今不见 尊者曰 今现作用 王自不见 王曰 与我有否 尊者曰 王若作用 无有不适 王若不用 匹易难见 王曰 若当用时 几处出现 尊者曰 若出现时 当有其八 王曰 其八出现 当为我说 尊者曰 再胎曰身 处事曰人 再眼曰见 再耳曰闻 再鼻变香 再舌谈论 再手执拙 再足运奔 便献拒该杀戒 收设在一微尘 使者知是佛性 不使者换作精魂 王闻心记开悟 又 僧问归宗和尚 如何是佛 宗云 我今向辱道 恐如不信 曾云 何胜成言 焉感不信 诗云 辱记事 僧云 如何保认 诗云 一意在眼 空花乱坠 其僧言下游行 上来所举古圣入道因缘 明白简易 不妨省力 因此公案若有信解处 既与古圣把手共行 问 辱言鉴性 若真鉴性 既是圣人 应现神通变化 与人有书 何故今时修心之辈 无有一人发现神通变化也 达 辱不得轻发狂言 不分邪政 视为迷倒之人 今时学道之人 口谈真理 心生退区 反舵无分之师者 皆如所谊 学道而不知先后 说理而不分本末者 是明邪见 不明修学 非为自悟 兼义悟他 岂可不甚于 夫入道多门 以要言之 不除顿无见修两门耳 随约顿无见修 是最上根基得入也 若推过去 以是多生依物而修 见寻而来 至于今生 文记发物 一时顿弊 以时而论 是以仙物后修之机也 则知此顿见两门 是千圣鬼折也 从上诸盛 莫不先物后修 因修乃正 所言神通变化 依物而修 见心所现 非为物时即发现也 如经云 礼记顿物 成物并修 是非顿除 因此递尽 故规封申明先物后修之一曰 使冰池而泉水 借阳气以荣霄 物凡夫而借国 资法力以熏修 冰霄则水流润 方成盖敌之功 望尽则心虚通 应现通光之用 誓知世上神通变化 非一日之能成 乃见心而发现也 况世上神通 于达人分上 尤为妖怪之事 亦是圣莫边世 随获献之 不可要用 今时迷痴辈 妄为一年务时 既随献无量妙用 神通变化 若作世解 世卫不知先后 亦不分本末也 既不知先后本末 欲求佛道 如将方目斗缘孔也 岂非大错 既不知方便 故作悬崖之想 自生退驱 断佛种姓者 不为不多矣 既自未明 亦未信他 既有解悟处 见无神通者 乃生清漫 七贤空胜 两可悲哉 问 汝言顿悟见修两门 千胜鬼折也 物及顿悟 何假见修 修若见修 何言顿悟 顿见二意 更未宣说 另绝于疑 答 顿悟者 凡夫迷食 自大为深 妄想为心 不知自性是真法身 不知自己灵知是真佛也 心外密佛 波波浪走 忽被善知是指耳入路 依念回光 见自本性 而此性地 缘无烦恼 无漏智性 本自具足 寄予诸佛 分毫不疏 故云顿悟也 见修者顿悟本性 与佛无疏 无始习气 难促顿除 故依物而修 见熏功成 常养圣胎 久久成圣 故云见修也 比如孩子出生之日 诸根俱足 与他无异 燃其立位充 颇经岁月 方始成人 问 做何方便 依念回击 便无自性 答 只辱自心 更做什么方便 若做方便 更求解惠 比如有人 不见自眼 以为无眼 更欲求见 即时自眼 如何更见 若知不失 即为见也 更无求见之心 其有不见之想 自己灵知 亦复如是 即时自心 何更求惠 若欲求惠 便会不得 但知不会 即时见性 问 上上之人 文迹亦会 中下之人 不无疑惑 更设方便 令迷者去入 答 道不属之不知 如除雀将迷待悟之心 听我言说 诸法如梦 亦如幻化 故妄念本济 沉静本空 诸法皆空之处 灵知不昧 即此空济灵知之心 事如本来面目 亦是三世诸佛 历代祖师 天下善知识 秘密相传的法印也 若勿此心 真所谓不见阶梯 静登佛地 步步超三界 归家顿觉仪 便与人天为师 卑智相资 聚足二利 堪受人天供养 日销万两黄金 如若如是 真大丈夫 医生能事以弊矣 问 具无分上 何者是空济灵知之心也 答 如今问我者 是辱空济灵知之心 何不返照 尤为外密 我今具辱分上 直指本心 令辱变物 辱须静心听我言说 从朝至暮 十二时中 或见或闻 或笑或语 或称或喜 或是或非 种种师为运转 且道 毕竟是谁能依满运转师为也 若言色身运转 何故有人依念命中 都为坏烂 既眼不得见 耳不能闻 鼻不变香 舌不谈论 身不动摇 手不执着 足不运奔也 是知能见闻动作 必是如本心 不是如色身也 旷子色身 似搭性空 如镜中相 亦如水月 岂能了了长枝 明明不昧 感而遂通 横杀妙用也 故云 神通并妙用 运水及斑柴 且入礼多端 只辱一门 另辱还原 辱还闻鸦鸣雀道之声吗 曰文 曰 辱反文 辱文性 还有许多声吗 曰 到这里一切生 一切分别 巨不可得 曰 其哉其哉 此事观音入礼之门 我更问你 你道 到这里一切生 一切分别 总不可得 既不可得 当一麻时 莫是虚空吗 曰 原来不空 明明不昧 曰 做麻生是不空之体 曰 义无相貌 言之不可及 曰 此事诸佛诸祖说命 更莫一言 既无相貌 还有大小吗 既无大小 还有边际吗 无边际 故无内外 无内外 故无远近 无远近 故无彼此 无彼此 无彼此 都往来 无往来 无生死 无生死 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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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无迷雾 无迷雾 则无凡胜 无凡胜 则无染静 无染静 则无是非 无是非 则一切明言 既不可得 既总无如是一切根静 一切妄念 乃至种种相貌 种种明言 既不可得 此岂非本来空寂 本来无物也 然诸法皆空之处 灵之不昧 不同无情 性自神解 此事辱空寂灵之清静心体 而此清静空寂之心 是三世诸佛圣静明心 一时众生百元决性 妇此而守之者 作依儒而不动解脱 妮此而备之者 往六去而长劫轮回 故云 妮一心而往六去者 去也 动也 妇法界而复一心者 来也 敬也 随迷雾之有书 乃本原则一也 所引 所言法者 非众生心 而此空寂之心 再胜而不增 再凡而不减 故云 再胜之而不要 仅凡心而不昧 既不增于圣 不少于凡 佛祖惜以异于人 而所以异于人者 能自护心念耳 辱弱信德 及疑情顿兮 立丈夫之志 发真正见解 清偿其位 自道自肯之地 则是为修心人解悟处也 更无阶级次地 故云遁也 如云于信音中 弃诸国果得 分毫不书 方成信也 问 既物此理 更无阶级 何甲后修 见心见成也 答 悟侯见修之意 前已据说 而复仪情未事 不妨重说 如须静心 地听地听 凡夫无始旷大节来 至于今日 流转五道 生来死去 兼职我向 妄想颠倒 无名种习久而成性 随道今生 顿无自性本来空计 与佛无书 儿子旧习 促难除断 故逢逆顺境 趁喜是非 赤然启灭 客臣烦恼 与前无义 若不于般若中酌功力 焉能对之无名 得到大修大歇之地 故云顿悟随同佛 多生习气深 风亭波上云 礼献念由亲 又 搞禅诗云 往往立根之背 不费多力打发此事 便生荣誉之心 更不修至 日久月深 依前流浪 未免轮回 则岂可以依其所悟 便拨之后修也 故悟后常须照查 妄念忽起 都不随之 损之又损 以至无为 方始究竟 天下善知识 悟后慕牛行事也 随有后修 以先顿悟 妄念本空 心性本静 于恶断 断而无断 于善修 修而无修 此乃真修真断矣 故云 随备修万行 唯以无念为宗 归封总盼 先悟后修之一云 顿悟此性 缘无烦恼 无漏至性 本自具足 与佛无书 但依此而修者 世明最上成禅 一明如来清净禅也 若能念念修习 自然见得百千三昧 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 誓此禅也 则顿无见修之意 如车二轮 缺一不可 或者不知善额性空 肩坐不斗 纳浮身心 如石鸭草 以为修心是大祸矣 故云 生闻心心断祸 能断之心是贼 但地观沙盗淫妄 同性而起 起即无起 当处边际 何须更断 所以云 不怕念起 唯恐绝耻 又云 念起即绝 绝之即无 故误人分上 虽有刻尘烦恼 聚成啼虎 但照获无本 空花三界 如风卷烟 幻花六尘 如汤消冰 若能如是 念念修习 不忘照顾 定会等 则爱物自然淡膜 卑质自然增鸣 罪业自然断除 宫行自然增进 烦恼尽食 生死寄绝 若微细留住永断 圆绝大智 朗然独存 祭献千百亿化身 于十方国中 不敢应激 似月献九霄 影分万水 应用无穷 度有原众生 快乐无忧 明知为大绝世尊 问 后修门中 定会等持之意 实未明了 更未宣说 伪世开谜 引入解脱之门 答 若设法意 入礼签门 莫非定会 取其纲要 则但自性上体用二意 前所谓空记灵之事也 定是体 会时用也 记体之用 故会不离定 记用之体 故定不离会 定则会 故记而常之 会则定 故知而常计 如曹西云 心地无乱自性定 心地无痴自行会 若物如是 任运即之 遮兆无二 则视为顿门 各者双修定会也 若言先以记记置于原律 后以兴兴置于昏住 先后对止 君条昏乱已入于静者 视为剑门 略机所行也 随云星计等迟 未免取静为行 则岂为了世人 不离本计本之 任印双修者非 故曹西云 自悟修行 不在于静 若静先后 既是迷人 则达人分上定会等值之意 不落功用 原字无为 更无特地时节 见色闻生时 淡衣麻 着衣吃饭时 淡衣麻 阿时松妙时 淡衣麻 对人谈话时淡衣麻 乃至行住坐卧 或雨或墨 或喜或怒 一切时钟 依依如是 似虚周驾浪 随高随下 如流水转山 欲取欲直 而心心无知 今日腾腾任运 明日任运腾腾 随顺众远 无战无碍 于善于恶 不断不休 智直无为 视听寻常 则决依尘而作对 何劳潜荡之功 无依念而生情 不假望缘之力 然仗农习重 观略心服 无名之力大 般若之力小 于善恶境界 未免被动静互换 心不甜淡者 不无望缘潜荡功夫 如云六根射境 心不随缘为之定 心静俱空 照见无惑为之惠 此随随向门定惠 见门略即所行 然在对至门中不可无也 若调举斥胜 先以定门称礼设散心 不随缘 弃乎本计 若昏尘犹多 则赐以惠门 则法观空 照见无惑 弃乎本知 以定知乎乱想 以惠知乎无忌 动静相亡 对至宫中 则对静而念念归宗 欲缘而心心气道 任运双修 方为无事人 若如事 则真可谓定惠等持 明见佛性者也 问 据如所判 务后修门中定惠等持之意有二种 一 自行定惠 二 随向定惠 自性门则曰 任云济之 原自无为 决依臣而作对 和劳潜荡之功 无依念而生情 不假妄缘之力 判云 此时遁门 各者不离自性 定惠等持也 随向门则曰 称礼设散 责法关空 君调昏乱 已入无为 判云 此时见门 略积所行也 为两门定惠不无一焉 若言一人所行也 为父先依自性门定惠双修 然后更用随向门对至之功也 为父先依随向门君调昏乱 然后已入自性门也 若先依自行定惠 则任云计之 更无对至之功 何须更取随向门定惠也 如将昊玉雕温丧德 若先以随向门定惠对至功成 然后去依自性门 则晚是剑门中掠击 物前剑勋也 启云顿门各者先依后修 用无功之功也 若衣食无前后 则二门定惠顿剑有意 如何衣食并行也 则顿门各者依自性门任运云功 剑门略居 去随向门对至劳工 二门之机顿剑不同 幽略较然 云和先依后修门中并是二种也 请未通惠 另绝宜情 答 所事较然 辱自生疑 随颜生解 转生疑获 得意妄言 不劳至劫 若就两门 各叛所行 则修自性定惠者 此时顿门 用无功之功 并运双计 自修自性 自成佛道者也 修随向门定惠者 此时未误前 剑门略积 用对至之功 心心断获 取静为行者 而此二门所行 顿剑各意 不可参乱也 然 戊后修门中 兼论随向门中对至者 非全取见机所行也 取其方便 假道托素而已 何故 与此顿门 亦有积胜者 亦有积略者 不可依利盼其行利也 若烦恼淡薄 身心轻安 余善离善 余恶离恶 不动八风 既然三寿者 依自性定惠 任运双修 天真无作 动静常缠 成就自然之理 何甲随向门对至之一也 无病不求要 随先顿悟 烦恼无厚 习系坚重 对静而念念生情 欲缘而心心作对 被他昏乱死杀 媚却既知常染者 既借随向门定会 不忘对至 君调昏乱 已入无为 既其已也 随借对至功夫 见调习气 以先顿悟心性本境 烦恼本空固 既不落剑门略即污染修也 何者 修在悟前 随则用功 不忘念念心修 灼灼生疑 未能无碍 如有衣物仗在胸中 不安之相 常献在前 日久月深 对至功首 则身心刻尘 恰似清安 随附清安 一根未断 如食鸭草 由于生死界 不得自赞 故云修在悟前 非真修也 悟人分上 随有对至方便 念念无疑 不落污染 日久月深 自然契合 天真妙性 任运即知 念念攀缘一切静 心心涌断诸烦恼 不离自性 定会等持 成就无上菩提 与前几圣更无差别 则随向门定会 随是见机所行 于误人分上 可谓点铁成金 若知如是 则其以二门定会 有先后次第二见之遗乎 愿诸修道之人 言为此语 更莫糊疑 自生退区 若取丈夫之志 求无上菩提者 舍此息以哉 切莫直闻 直虚了意 依依归咎自己 弃合本宗 则无师之志 自然献前 天真之礼 了然不昧 成就会身 不由他物 而此妙止 随是诸人分上 若非素知般若种至 大成根弃者 不能依念而生正信 企图不信 亦乃傍独 反昭无间者 比比有之 随不信受 一经于耳 散时结缘 奇功绝德不可称谅 如唯心绝云 文而不信 尚结佛种之音 学而不成 犹益人天之福 不识成佛之正音 旷文而信 学而成 守护不忘者 其功德岂能度量 追念过去轮回之夜 不知其几千节 随黑暗 入无间 受种中苦 又不知其几何 而欲求佛道 不逢善有 常劫沉沦 明明无绝 造诸恶业 时获一丝 不绝常虚 岂可放缓 再受前殷 又不知 谁不使我今知人生 为万物之灵 不昧修真之路 时未盲归玉目 仙界投真 其为庆幸 何胜道哉 我今若自生退区 或生懈怠 而恒常望后 虚于失命 退多恶去 受诸苦痛之时 随欲愿闻依据佛法 信解受耻 欲勉心酸 其可不得乎 极道临危 伪无所意 愿诸修道之人 莫生放矣 莫着贪淫 如旧投然 不忘照顾 无常迅速 身如朝露 命若西光 今日随存 名义难保 切须在矣 切须在矣 且凭世间有为之善 亦可免三徒苦伦 于天上人间 得殊胜果报 受诸快乐 况此最上乘甚深法门 暂时生信 所成功德 不可以比喻说其少分 如经云 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不时供养儿所世界众生 皆得充满 又教化儿所世界一切众生 令得四果 其功德无量无边 不如一时请正思此法所获功德 誓之我此法门最尊最贵 于诸功德 比况不及 不经云 依念静心事道场 圣造横杀七宝塔 宝塔毕竟遂为尘 依念静心成正觉 愿诸修道之人 言未此语 切须在矣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今若不修 万劫 今若强修难修之行 见德不难 功行自尽 皆夫 仅识人积逢盲善 不知下口 并欲一网 不知服药 不曰如知何 如知何者 无畏知之何也一矣 且世间有为之事 其状可见 其功可验 仁得一事 叹其稀有 我此心踪 无形可观 无状可见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故天魔外道毁伴无门 世犯诸天称赞不及 况凡夫浅时之流 岂能仿佛 悲伏 井蛙阴之沧海之阔 也甘何能狮子之吼 故知末法事中 闻此法门 生稀有响 信解受职者 予于无量节中 成事诸上 执诸善根 身结般若正音 最上根性也 故金刚经云 与此张聚 能生信心者 当之已于无量佛所中诸善根 幼云 未发大成者说 未发最上成者说 愿诸求道之人 莫生怯懦 须发勇猛之心 速迭善因 未可知也 若不信殊胜 甘为下掠 生奸祖之想 今不修之 则纵有素食善根 今断之故 迷在其难 辗转原矣 今寄到保所 不可空手而还 医师人身 万劫难复 请虚慎之 其有智者 知其保所 反不求之 长愿孤贫 若欲货宝 放下皮囊